大塊章魚和蔬菜放進烤盤裡 圓滾滾的章魚燒香氣誘人 仔細看烤章魚丸子的 竟然是寶可夢訓練家小智和皮卡丘 就連章魚燒的餐盒也是神奇寶貝球 其實我們章魚燒是圓球嘛 那就是結合這次我們Pokemon GO 然後就是一個皮卡丘 跳脫一個寶貝球的一個概念 不到七天五百盒的章魚燒就被認購完了 被認購完了 然後在最後兩天到三天的時候 竟然就有一堆的志工書要報名參加 原來是有網友發起的公益活動 要把一盒盒章魚燒送給韓式街友和獨居長輩 消息在網路一公布 短短一個禮拜五百份的愛心倉和就認購完畢 還有三十幾位網友到場擔任志工 就連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也主動要求加入愛心的行列 有時候路過看到他們需要幫助 就是自己手上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 剛好趁那時候有一些東西可以乾貨給他們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可見吸引年輕人而言做社福做愛心來講 他們會覺得有趣這個東西 讓他們的體驗應該會更踴躍一點 愛心工藝不弱人後 台北大寬屏共襄盛舉 除了員工到現場協助製作餐盒 還到望華榮山市前發送給韓式街友 希望在歲末寒冬之際 讓弱勢朋友也能感受社會溫暖 台報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gelecek啊 感谢观看